那我想知道那次你失控之后 你后来跟你妈妈的关系现在怎么样 我觉得算是缓和好 尽力的再多一点时间 多跟她交流 多沟通 多聊天 我觉得可能女性在那个年纪 她也经历她的那种中年危机 是 我可以理解 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痛苦的时候 我就问我自己 我做错了什么吗 我问完了之后 我就没事了 只能说我妈可能没有在那个阶段 学会那个道理 人都是一辈子不停地经历事情 学会一个道理 然后再去改正错误 因为我现在的生活环境 导致了她需要学这个道理 所以我只会问我做错了什么 就是你没有帮助她跟你一起成长 对 她没有跟上我现在的这种状况 她不了解 是因为我没有让她了解到 所以你觉得这是你的问题 我觉得肯定是有我最起码一半的问题 但是有时候那种伤痕在之后 你觉得是把她可以完全有一天抹平掉 还是我们彼此不再碰她 让她慢慢地就像一堵墙一样 气在心里 你不要去碰她就好了 我会阻止聊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人喜欢给自己创造氛围 当她想要说服你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会不停地给你重复重复又重复 我觉得给别人重复的同时就是给自己洗脑的阶段 我跟我妈说话的时候我就说 你不要老是重复一件事情 明明不是这样的 你多说几遍你都会认为是这样的 我跟自己也是这样 我认为它是不对的 我一旦判断它是不对的 我就不再提起 我就不再说 你仍然爱你妈 对 她仍然爱你 对 这个爱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我觉得没有改变过 没有改变过 她也许事情做的 可能在大家的眼目当中觉得是不对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 出发点没有错过 都是出于爱我 进入张亮影参加节目时 首次谈到夫妻俩和母亲的关系 而关于母亲与冯科之间的关系 张亮影表示 还是希望冯科能自己去修复 并称如果是她 她可以自己办到 那现在Michael跟你妈之间的关系呢 彼此保持一个礼貌的一个 不是 一个距离 我觉得他一定要 自己知道怎么样跟我妈去修复这个关系 这不是我可以帮忙的部分 你是那个中间的桥梁啊 我觉得如果是我 我可以自己办到 所以我也希望 爱我的人可以为了我办到